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不幸福的婚姻 使原本贤淑的女子变得刻薄 她要把自己的不幸 同样带给别的家庭 甚至 她的好朋友 如此行径 最终会有怎样的报应 请听广播剧 追命电话 下集 嫂子的神色很疲惫 一双手紧紧地按着胸口 仿佛一颗心抽痛的厉害 她三番几次地要撑起身 却都不成功 这时 门铃又响了起来 若琪也在抖着 啪着 她说不话 妈妈应门而去 一会儿又带进一对男女 已经不是先前 那对马氏夫妇了 这一对比较年轻 男的很英俊 女的也十分的娇艳 俨然是一对碧人 嫂嫂还来不及 有任何的反应 那个男的已经抢先一步 她用冷峻的神色 目视着嫂嫂 你就是贾荣玉吧 你们是谁啊 我叫牛 我是他太太 贾荣玉 昨天你打电话到我家来 恰巧我不在 并非有心夺你 现在我亲自上门拜访 有什么话 您不妨当着我太太面前 明明白白摊个奖吧 我又不认识你 我怎么会打电话给你呀 你当真不认识我 不认识 可是昨天你打电话到我家来 骂给我太太听 说我是人渣 又什么斯文败类 又什么衣冠禽兽的 说我骗财骗色 还说今天就要召开记者招待会 怎么 自己说的话 这么快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贾荣玉 你那表嫂呢 现在我丈夫站在这儿 你怎么不叫他们出来 看看到底是谁人面兽心 到底是谁会得到报应 又是罗太太叫你们来的 是 罗太太昨天晚上告诉我的 害死罗太太不是我 是她 誓言若即 什么 罗太太死了 不是昨天我们还见得好好的吗 怎么会这样 不管怎么样 罗太太的死 与你脱不了关系 不是你的恶作剧电话 她也就不会遭遇到车祸 贾荣玉 自作孽 不可恕 我们夫妻二人 可以不追究你昨天的骚扰电话 但是罗太太要我转告你 既然你这么喜欢打电话 消遣人家 她以后就天天晚上给你打电话 说完 她一阵风似的出去了 沉静了两分钟之久 嫂子才发现 那惊心动魄的狂叫 她东倒西歪的一路扑回房里去 一声声地黄叫着 眼神暗淡无光 面容更是像一张白纸 嫂子把自己关在房里 好半天 出来的时候 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刚才是我做噩梦吧 没人来过吧 妈妈闪开 避而不答 然后嫂子又追到了若琪的身边 今天一整天 都没人来过吧 啊 若琪无言以对 嫂子又跌跌撞撞地坐在了沙发上 她猛拍胸口 喃喃自语 不怕不怕 我今儿早 才换了个新的电话号码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没有谁会打电话来的 话声未落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嫂子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整个人就像遭了雷击一样 给击垮了 她整个倒了下来 睁着一双恐惧绝顶的眼睛 死死盯住响动的电话机 那电话铃声朗朗地响了一遍又一遍 声音分外地震闹 刺心 妈妈迟疑着 也不敢去接 若琪虽然心里害怕 但是尽量放平了心态 拿起了电话筒 喂 哈喽 这里可是姓方的吗 哦 不是不是 你打错电话了 哦 原来是打错了电话 是罗太太 打错电话了 真的 不不不 肯定是假的 冤有头 债有主 她是来报仇来了 可她明明是给车撞死的呀 是 是你害的呀 不错 罗太太是给车撞死的 但她权下有知 也会原谅我的 我不过是好心要通风报信 好让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我 我不过是想跟她开一开玩笑罢了 我倒是会主动出来解释清楚的 可是之前 你并不是这样子呀 我 我 罗太太的鬼魂 分明是冲着你来的 你 你 还什么我我我你你你的 搞到这个地步 命我只有一条 罗太太如果要我偿命 我也震了 我可不像你 死到临头 还这副德行 若其颤巍巍巍地回到房里 倒在床上 这才像一步登天一样 虚得一点力气没有 一点劲也没有了 睡下来直喘气 如此折腾了两天 是铁打也熬不住了 于是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但是朦胧间 她隐喻地听到大门开关的声响 是嫂嫂或者妈妈外出吧 唉 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 若其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其实地也避不开 怕也怕不了了 醒来夜色正浓 她睁开双眼的第一个反应 是以为自己在梦中 被人抬到庙里去 因为房里的墙地 窗门都贴上了符章 横也有 直也有 鞋也有 那一张张写满符咒的黄纸 瞧得若其是满心的疙瘩 妈 妈 你醒了 若其啊 你担心死妈妈了 好了 现在退了烧 观音菩萨保佑啊 天哪 怎么把这么多符当强旨呀 你还不是全靠这些神符报名啊 嫂子呢 我哪知道她上哪去了 我顾自己的儿子都还来不及呢 她出去很久了吗 我出去神庙讨那些符的时候 还见她歪倒在客厅里边 哎哎呦呦呦的 回来呢就看不见她了 她 她会上哪儿去呢 若其啊 若其啊 不是我这做家婆的黑心 管她去哪里生也好 死也好 总之 这次罗太太的死 你是无辜的 是你嫂嫂连累了你呀 妈 我睡觉的时候 电话有没有响过呀 没有 要来的终归会来 罗太太要是想千方百计的上门来找她 就算是满屋子里都填满了符 也去不出去呀 不会又是什么先生太太 在梦里得到罗太太的指示 找上门来 找嫂子算账吧 门开了 这时却见到嫂嫂披头散发 脸色死灰 双目红肿 嘴角还流着吐沫 奄奄一息的 被两个女人左掺右幅的带回家来 其中一个女的在那里滔滔不绝 哎呀 阿凤和罗太太是好朋友呢 俩人情同姐妹啊 下午她到罗太太灵堂 哭了个天崩地裂 话都说不住一句 又是用头撞棺木 又是碰磕地板 谁也劝不住呀 罗太太的尸体已经送到殡仪馆 今晚超度 明天便安葬了 阎老太太 您媳妇伤心过度 也就别让她再到丧礼来了 讲心一句 瞧你媳妇哭灵的劲儿 真是铁石鲜肠也要同哭一声啊 罗太太生前 罗太太交到这么一个好姐妹 算是她的福分了 她自己的老公都没哭呢 这年头啊 老朋友比老公还要有人情味 洛琪和妈妈掺着嫂嫂躺下 让她睡了 然后关上了房门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妈 你也累了 早点睡吧 你也早点睡啊 我等一会儿再睡 我等哥哥回来 若琪 你哥哥哪有你等啊 你 你是在 等 等电话吧 若琪 你要等 罗太太的电话吗 妈 我 我只不过 想开门见山地问她 到底她想怎么样 总比 这日夜担惊受怕 提心吊胆受煎熬的强啊 长痛不如短痛 那么 妈妈陪你一块儿等 嫂嫂的房里 传来一声惨嚎 原来 她睡着了 想必梦到罗太太来锁命吧 她在床上翻滚着 挣扎着 却不曾醒来 但嘴里 发出一阵阵 撕心裂肺的干呕声 唉 瞧她现在这个样子 也怪可怜的 妈 您那大儿子 这个时候 恐怕正在花天酒地 左拥右抱 有说有笑呢 唉 也许笑得 正是家里的黄脸婆呢 唉 你嫂子 是对我们母子过分了些 刻薄了些 但是 再往身想一想 她也无非是那股怨气 憋在心里头难受 不发现 在咱母子身上 又能找谁 做出气筒呢 她的另一个宣泄的方式 就是打恶则剧电话 唉 这到底是谁的错呀 母子俩就在这个昏暗的灯光下 相对而坐 等待着那个迟早要出现的电话铃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电话铃声还是没有响起 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母子俩谁也不说话 即使说话 也只是让那长长的一段寂寞 得到一点点的休息 倒是嫂嫂的房间里 时不时地传出她在梦中抽气的声音 他们等啊等 等到墙角的落地大钟开始暴时 沉重的十二声巨弃 在一片嗡嗡的雨响中 那钟摆就在若气的两只耳朵之间 荡来荡去 正在这个时候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若气几乎是扑上前去抓紧电话 电话那头是完全的沉寂 掺杂着她沉重的呼吸声 罗 罗太太 我知道是你 我知道你死得很冤 很惨 你的死 我和嫂嫂 都要负责任 但现在 嫂子 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 我 我知道 这场结束 我是逃不过的 你要是要我的命 我也只好陪上 但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 骚扰我的家 一切都不关我妈的事 况且 她已经年纪一大把了 受不起惊吓 如果 如果你手下留情 网开一面 能 能让我颜若琪 活下来的话 以后每到初一十五 我都会给你磕头上香的 怎么了 电话挂断了 会不会 再打过来呢 我 我也不知道呀 嫂嫂的房门突然打开了 只见她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光着脚板 面容惨白 嘴唇灰紫 眼神黯淡无光 是罗太太打来的电话 是不是 是不是罗太太打来的 是不是 你快说话呀 那一晚 若琪一直等到天亮 电话 也没有再响过 那一晚 哥哥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上午 嫂嫂娘家的人得到消息 便赶上门来 由她的两位兄弟 拖拽着 送去医院了 嫂嫂被拖着 踏出炎家的门口的时候 她披头散发 双目怒争 一双手 仍死死地抓住 被她用菜刀斩的 稀烂不堪的电话机 我都换了信号吗 嘿嘿 有本事你打呀 去炎王那里告我呀 我根本就不怕 我鬼 我连鬼都不怕 就这样 嫂嫂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哥哥单方面申请离婚或准 话又说回来 打从嫂嫂挥着菜刀 把电话机 斩个稀烂不堪的那一刻开始 若琪清楚地意识到 这是嫂嫂的世界末日了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 专打导弹电话 气焰熏天的女人了 若琪和妈妈 也是在嫂嫂给她娘家的兄弟 拖拽着送去医院不久 便收拾了简单的行囊 当日便搬了 若琪呀 我等不及到年底你毕业 找到工作才搬出去住 那间屋子 我待不下去了 我怕再待下去 我也会发神经 我先把关在本店出来 就是了 他们母子在学校附近 租了一间小房齐身 房东太太在客厅里 装了一架电话 房东太太不止一次地 笑容可拘地 对这两位说过 但是若琪从来就不把租房出的电话号码给任何人 甚至也没有去记住那个号码 经过罗太太这件事后 若琪一听见电话铃响 整个人总是禁不住麻一麻 若琪连见到电话机都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冲动 妈妈呢 搬出来后 她倒是快活轻松了 哎呀 若琪啊 你看是不是 一搬出来以后 什么阴影都摆脱了 至于嫂嫂在哥哥的陪同下 有回若琪和妈妈一起去探望她 她被关在一间小房里 披头散发 面黄肌瘦 面容憔悴地 蜷缩在角落里 膝上摆着一架玩具电话 她用哭笑不分的声音 在讲着电话呢 喂 林先生吗 我姓龙 我老公姓杨 什么事 你的家世 加上我的家世 你老婆 勾引我老公 没有证据 我敢打电话给你 好好好 每日 你老婆要是再和我老公去优惠 我保准打电话给你 若琪不忍听下去 含泪转身 妈妈也是哀声连连 哥哥呢 她哭了 双肩轻抖 双手掩面 一边哭 一边走 妈妈示意若琪上前几步 去安慰一下哥哥 若琪一手轻轻搭在哥哥的肩上 另一手趁他不防 猛然拉开他眼面的手 果然 不出若琪所料 他脸上不但没有一滴眼泪 而且 还是半轻视 半带胜利的笑 果真 哥哥是在作戏 这是若琪意料中的事 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哥哥作戏做得更绝 绝得离谱 那是三个月后的事情 一天晚上 若琪为了替妈妈取一些东西 要回旧居一趟 他因为有钥匙 所以没有通知哥哥 便静自上了旧居 门打开 只听到一片笑声和歌声 屋里一般人 有男有女在唱卡拉OK 若琪一眼就认出 当中一个中年男子 就是曾经协同太太 登门直诉嫂嫂不是的马先生 还有另一队逼人 不就是牛氏吗 若琪死死地盯着屋里 一般男男女女 在同欢共唱 立在原地 心里只管嗡嗡的滑空 然后 他便缓步走向哥哥 不由分说 拉他到阳孩说话 颜若赵 你要想甩掉嫂子 大可直言呀 若琪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说什么 若琪 你 你在电话机里 装上窃听器是不是 你原本的计划 是怎样的 找人恐吓他 勒索他 这回可好了 搞出了罗太太的事情 你逮着这个大好机会 来个天衣无缝的电话追命 嫂子果然就给你下风了 如此干净利落的 便把他名正言顺的给甩了 真高啊 但是颜若赵 你是怎么这么快 就知道罗太太被车撞死的消息 哦 我知道 是妈妈害怕我受到警方的盘查 于是便在第一时间 打电话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那天晚上的电话插销 也是你偷偷插回去的吧 还有电话里 传来的那些声音 也是你安排的 不过那天晚上的狗叫 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一定是这样 因为哥哥的脸色便是答案 若其离开旧居的时候 并没有搭乘电梯 而是一边走一边掉泪的 往下狂奔 在其中一个转弯处 身子往下一挫 浑身发软 就是蹲了下去 于是 他蒙住脸 痛哭失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广播剧 追命电话 下集 故事改编 吴小蕾 录音合成 心震雨 后期合成 何林 妈妈 由王林饰演 嫂子 由于书伟饰演 若其 由心震雨饰演 哥哥 由李海元饰演 陌生人男 由何坤饰演 陌生人女 由翁家辉饰演 旁白 秋昊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